那時候也很可惜 在中華隊集訓的時候 再剩一個禮拜 然後突然受傷這樣 這一陣子剛好一條預期的關係 所以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好好地調整自己的身體 不管是從一開始的復健 然後到現在已經恢復大概八九成 在自主訓練然後對抗訓練 復健的時候又好又壞嘛 有時候還是會很低潮的時候 真正看得出來 你是不是一個好球員 我覺得就是在這些低潮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吧 對啊 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球團那時候當然受傷之後 也就叫我不要急 這季就是先讓我休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備戰下一季 然後再好好從季前的training camp 怎麼開始這樣打 我是三月多回台灣的 因為那時候是放春假 然後學期還在進行 然後回來之後 美國的疫情就爆發了 那變得只能待在台灣也不能回去 所以我覺得時間的分配吧 比較像是閉關修煉的感覺吧 因為這個時間哪裡都不能去 然後就可以好好的來 審視自己以前做不好的地方 或是有哪裡需要加強的 然後去利用這段的時間 來把這些缺點修正 把它變成我的一個優勢這樣 去年有找到比較多的問題 就是可能投射的距離不夠遠 或是動位投籃的穩定性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是我這個暑假比較著重 比較重點在訓練的部分 像前幾年暑假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訓練師 也算是同一位訓練師 那時候也遇到一些低潮 也是鼎哥跟訓練師一起陪我走出來的 當然他也很沒有那種大明星的價值 也會很就是不吝嗇的分享他的經驗 然後我該怎麼去攻擊大個子啊 或是在防守上的一些觀念 他都幫助我蠻多的 我覺得他們身上隊有一個特質 就是會很不吝嗇的去表現自己 像傑克不管他現在年紀到了 他對我們這些小寮弟 還是很保持一個有競爭的心 不會說因為我們是小寮弟 就沒有跟我們很認真的打 就是他們都保持一個不想輸的感覺 只要他上球場 他們都會覺得說我就是要贏 就是要表現自己 就是當作一場展現自己舞台的地方吧 因為畢竟今年都沒有在 沒有瓊四輩了 也沒有在台灣出賽過 然後就也是很期待疫情過後 居然也是受傷回來 第一次在球迷面前打球這樣子 然後就是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努力全力去打 然後可以就是跟他們競爭吧 一方面也是想就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想要享受這個舞台的環境吧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也想證明自己給 不管是給點哥看 或是給這些老大哥看 自己的成長在哪裡 8月16號在彰化仙利體育館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跳一場